在昨天晚間 警消貨報 四樓外木山有人溺水 趕到現場時卻發現是烏龍一場 是兩名泳客在浮潛抓魚 讓現場的人相當錯愕 但是為了確保安全 還是將兩人叫上岸邊確認情況 還好整體事件沒有人受傷 案件人員全副武裝 手拿救生神和浮標小跑步 因為貨報有人溺水 你的位置是在 是在 到場卻找不到人 趕緊透過電話 確認溺水位置 抓緊救援時間 你們沒人嗎 終於到現場 報案人手指方向 那裡有人溺水 你說像那個 那兩個亮的那個 那個是潛水 那在潛水啊 那個是潛水 原來是烏龍一見 眾人傻眼 報案的年輕夫妻 瞬間啞口無言 怎麼也沒想到 對方竟然是在潛水 因為看到這樣子 以為他回來了 對 對 對 那不說的話也喊我們這樣 就說好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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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場要安靜 海面上可以清楚看到 探照燈在水裡晃啊晃 基隆市外木山30號碗間 兩名男子在浮潛抓魚 散布的民眾卻誤以為 有人溺水 之前有看過 嗯 他說這樣 就我說奇怪怎麼有 燈在移動 可能在海中游泳 會怕他有危險啊 蠻開心的啊 對啊 看起來 看起來不像是游不回來 蠻開心的 但警銷為了確認狀況 還是將浮潛男子呼叫到岸邊 提醒要注意安全 自己要繳鏡頭 警銷出動大批人馬 最後卻是烏龍一場 但至少都沒人受傷 已是最好結局 接著蔡之恆 接著我們報導